中職最近公布年度金手套 和最佳食人名單 中信兄弟是最大贏家 芙賴喜 王維成 江坤宇 都風光成為雙料得主 陳文傑也生涯首度獲選外野金手套 他本季一軍出賽一百零五場 創生涯新高 三成打擊率一百一十只安打 原本也被看好 有機會扣關最佳食人 可惜票選家總隱恨 也出現了獲獎郭天信 被網友留言攻擊的番外篇 延續討論的是 中信今年可以挺過商兵 洋頭離開 疫情確診潮等等的考驗 拿到下半季的冠軍 闖過季後挑戰賽第一關 並在台灣大賽橫掃風王 說王牌德寶拉和隊長王維成 陳子豪 江坤宇等主將 今年獲得重用的吳哲元 呂彥欣 岳正華都沒有辜負 總教練林維祖的信賴 而嚴格帶兵出名的令長 究竟執掌一軍兵服的第二年 和去年菜鳥主帥的風格 有不一樣嗎 我覺得他有變 應該說去年跟今年的 那個改變我覺得是 我們比較有感 對啊就是去年是真的 比較一板一眼 對啊 那今年的話他也 也經過一年這樣子 一軍的磨合了嘛 第二年之後他 開始會了解說 選手這個時候想要什麼 這時候應該讓選手做些什麼 就慢慢的放一點放一點 然後就比較不會把大家都是 一直崩得很緊繃 就是他知道開始 稍微放一點點 放一點點 對就 不是說他不嚴厲 他也是很嚴厲 只是他大概會開始 去了解我們選手的需求 從二軍帶兵時期的 舉頭三尺有威助 嚴厲和較為嚴謹的作戰風格 到今年更懂得適當 讓球員舒緩調整 而所謂帶兵要帶心 包括陳文傑林書一在內 過去駐總在二軍帶出來的好手 也都很爭氣 讓人期待黃山軍的學長學弟 明年春訓的良性競爭 球隊可以打造更好陣容 挑戰三連霸 來聽一台兩位洪華軍 採訪報導